音乐 大家好 我现在在温哥华的水族馆 前几天本来想拍一个温哥华的动物园 但觉得真的是实在没有什么可拍的 但是温哥华水族馆前日子也是面临着倒闭 现在进行了一些重组 要重新开业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它的重新装修水族馆怎么样 那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 你看左边这一排没有人 右边那一排很多人 左边就是给Member专门用的 右边就是给一般的一次性购买的人做准备的 我是买了Member的 尊贵的Member会员 所以我直接可以走左边的这个比较快的通道 那么Member的价钱呢 也是73块钱吧 差不多74块钱 而这个一次来玩的这个价钱呢 大概是40多 所以如果你一年能来两次的话呢 你就可以买这个Member了 温哥华这个新的水族馆装修的还是非常漂亮 我以前有去过以前的 而且你看一进门的时候呢 它还有这边有一个休息的地方 然后这边呢 有一些可以娱乐的地方 孩子你看看了之后就已经是这副德行了 我不是非常的确定 但是通常呢 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写着不同的名字 有的是机构有的是人名 通常呢就是你给这个水族馆捐了多少钱 大鱼的话呢肯定就是捐的多一些的 小鱼呢就是捐的少一点了 不管怎么说呢 你都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 如果大家想要集资把我的名字放在上面的话呢 也可以告诉我哈 一进门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展厅 叫做Tech Connection Gallery 展厅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区域 然后呢 当然还有非常漂亮的一些水缸啊 然后这边呢 会有一个cafe 就是说你带着孩子可以来这边吃 我觉得这个地方呢 非常适合情侣约会 或者是带孩子一起来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 水母还是那个水母啊 我后边的这个水母的展示柜呢 其实蛮经典的啊 我最早来的时候这个柜子在这一模一样 但是当时我没有数有多少个水母 我估计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吧 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好像还 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毕竟好像挪一个水缸还是挺多钱的 但是总体的感觉呢 是进来之后呢 会觉得很新鲜 然后马上能看到不同类型的鱼啊 非常漂亮 孩子也是挺激动的 今天呢 孩子呢 好像学会了一个新的技能 就是跪在地上 他好像是看到其他小朋友跪在地上了 这个小孩啊 真的都是很喜欢模仿啊 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个展厅呢 是B.C.省的西海岸的一些海洋生物 当然这里不会有你平时吃的三文鱼啊 或者是oyster啊 这些可能不太会有啊 我们来走进科学啊 今天我请到了一个特别的来宾吧 这些呢都叫做rockfish啊 就不同颜色的 不同类别的 翻译过来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叫岩石鱼吗 石鱼吗 什么 锦礼吗 每次走入科学的这种节目 顿时都会让我自己觉得知识文化欠缺 现在正在展出的是八爪鱼的四地感受 什么叫四地呢 就是三地以外呢 再加一个触感 他可能会给你撕个水啊 孩子在里面已经接近疯狂了 看到有一个触魂就非要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水族馆呢 他有一个户外的地方呢也是蛮好的 特别 阿企鹅 你也抖一抖 严严跟这个哪一个动物一个重量 外边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类似于就是看表演的地方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 将来有海豚的 但现在呢也是被几只海豹所霸占了哈 而且大家也看到这个基本上没什么人哈 之后应该会有一段时间 应该就是海豚的表演 好吧 海鲜市场的大爷们一定非常的开心 海鲜市场的大爷们一定非常的开心 整整这个大景观也是蛮漂亮的 哇这海豹好肥啊 过来过来 好喝吗 好喝吗 鸭鸭好喝吗 给爸爸来一口 哎真乖 嗯 谢谢鸭鸭给你吧 快谢谢妈妈 哎真乖 白天就是个天使宝宝 晚上就是个恶魔 好因为孩子已经开始不耐烦了 所以我们准备打道回府了 东西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新的海洋水族馆呢 还是非常的值得来逛一逛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请一定要买他的会员票啊 这样的话不但可以早一点进来快点进来 买东西有折扣 另外呢 你还可以今天我就逛这一个地方 下一次我可以再来逛其他的地方 因为人很多啊 所以你想一次全都逛回来可能要排队啊 这种人都走了啊 还是挺费劲的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谢谢圣哥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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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